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经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去提醒我们的 提醒我们的什么呢? 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得到神的掌赏 我们所说的被提 我们所说的身父也好 警醒的同女也好 岂不是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掌赏 对不对? 这里说到原来我们凭着信是很重要的 在每个时代当中 信其实是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 不同的人他们 神在那个时代当中 那个世代当中 那个日子当中 借着信都要他们预备不同的东西 阿伯就在希伯来书所说的 阿伯因着信献与神 是比该人所献更美的祭 对不对? 但以乐就是因着信是与神同行 但是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因着信 就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我们看到摩西因着信 长大就不肯升为法老的女儿之子 但问题去到罗亚 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在末世的时候的日子就好像罗亚的日子 主耶稣回来的日子 又好像罗亚的日子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但是这两个日子 他们因着信做了些什么呢? 罗德因着信做了什么? 他避难 罗亚因着信做什么? 他避难 他做了一个方舟避难 是救了自己一家人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一节经文第六节 去对比一件事就是 这些人是因为信心而做了这件事 而导致他能够面见神 我想你跟我说面见神 没错了 原来末世和罗亚的时候 或者罗德的时候 可以有唯一不同 就是希伯来书说出一个特性 就是原来我们因为被难 而才有资格去被提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这个就是你无论每一次 主耶稣基督所说到末世的时候 都说到什么? 说到避难 好了 新入其他书院呢? 他每一次说到被提的时候 都一定说什么? 警醒? 预备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 给我们知道 所有信心为人当中 是谁是因着信而预备的 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说到 就是因为罗亚 所以弟兄姊妹 有一件事我想让你知道 原来我们能够被提 是因为我们效法了 罗亚的信心 就是她是懂得因为被难 而导致她能够 这个方舟向上升 当大水到的时候 人们就向下沉 但是问题原来末世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信 我们因为被难 而能够被提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 里面有很多的原则 我们从当中要去理解 而我就想藉着这几天 在这刻我们究竟被提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被提了 或者我们现在知道 这次的被难 真是当旅行 在这几天我想 就是想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实际上 如果你能够 连续听完这几天的信息 我相信就是 这个灾难 或者被提的灾难 已经是平安的度过了 正是我们好好去研究 究竟接下来会是怎样呢 因为实际上 我刚刚生日之后 9月2 其实我也不知道 现在9月底有什么发生 但是起码我可以用圣经 跟大家去理解这个概念 首先第一个概念 就是在罗亚的时代 在罗德的时代 这些所谓的大安子义 那些 就全部都 圣经讲的 全部都灭亡了 就是整个世代 在我们所讲的 罗亚 整个世代都灭亡的 我们所讲的 罗德 索多玛、俄摩拉 整个城市都灭亡的 但是索多玛、俄摩拉 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很明显 如果从主耶稣基督说 从新约圣经去说 所谓的大安子义 那些 他们当然了 他们的大安子义 就叫做信心 他们说 但是这个信心很明显 不是来自信神的 华而来 是自己凭空作出来的 因为 这里没有说 罗亚恩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就动了大安子义的心 坐在那儿 得在那儿等 他没有这么说 他也没有说 罗德是大安子义的 去安慰家人的心 不要被这两个天使吓 他有没有这样呢? 都没有 如果你记得罗德的日子的时候 你会最深刻 我相信你会明白 罗德的日子是有两个天使 是有两个见证人 见证这个灾难临到 而罗德就因为这样相信 而离开这个灾区 希伯罗书第十一章 第六至到第七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 得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上次那尋求他的人 罗亚恩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一只方针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让我示范 我寄望别人掌声 连奏七优美 莫障 带着地上 为你活成全意证 为你将岁月奉上 为你将岁月奉上 预备至少 五月奉剑 形成达一心 風不叉 带着地上 四月奉上 美奉带着地上 四月奉下 这个岁月奉上 装你 离佛露 一身带着地上 因此牵手